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信封街162项社区道路路边停满车辆看似整齐排放但走到另一侧却变成这样 那因为这区域呢是私人土地的关系所以甚至有这个没有车牌的车辆停放在这边来导致一个可能会发生一些社会秩序的一个安全问题 私人土地上被民众长期占用地主设置高斯牌提醒还有的车辆大牌都不见了 车子一停就是好几个月 这没有人行道那因为长期的话因为这边是私人土地就是等于说是私人道路 那其实两边的话人车会一起所以蛮危险的 一旦停车了这道路就限缩了 那大家下班回来如果是坐公车的人 他其实公车不会进来 那他只能从外面这样走上来 那加上路灯又昏二这一定是陆陆续续会发生 社区停车乱象夜晚车道被占用 行人根本无法通行 这个月二号一名富人走在路上 遭到后方机车追撞导致肋骨断裂 他是断掉两个肋骨 他是往后撞 那我回头我知道撞车了 那那个机车是往左往上冲 他也倒地 倒地了大概二十分钟以后 他还大概才行过来 眼看大小车祸层出不穷 新丰街162巷三个社区广委会 在市议员许月池召集下 邀请了市政府消防局警察局地震处等单位 现场会刊 要求市政府公权力介入 划设禁止临时停车线 防止车辆占用道路 一开始我们是很浓人 我们是很期待 可是到最后已经变成乱象的时候 已经就是没办法接受了 怎么说 因为就你所看到的 所有的混乱还有造成最近陆续的车祸 已经不是一起了 大大小小应该在这个月都已经两三次了 车都红下的停 旁边的停都停得满满 只剩下一个车道 一个一部车的人行 人呢 人哦 人呐就 有时候就很 没有人行道 就跟车子争先恐怖 但是这边公共通行已经长达15年之久 而且交通乱象频繁 包含违规停车 甚至是还有民众因为占车位而有互殴的情形 三年前甚至发生一起重大车祸 因为违规停车占用了一半以上的道路 导致后车追撞 然后导致民众肋骨断裂 那因为这附近的一个停车乱象 是因为没有办法合法的划设交通标线所制 但是依据停车场法第15条 主管机关有权利在影响人车通行 公共安全时来维持停车秩序 那也依据我们基隆市禁止停车的交通标线划制的程序办法规定 民意代表可以在需要划设交通标线的地点来办理会刊 要求交通单位还有交通处来办理交通标线的一个合法划设 市议员徐月池强调 社区道路已经提供民众通行长达15年以上 市安府公权利应该介入划设禁止临时停车线 让居民进出通行 避免因为违规乱象增加受伤的风险 记者黄绍铭就有报导 这边基隆又多雨 所以一旦下雨 3 1 2 3 来 仁爱国小山海挑战营 好 很好 非常好 Yeah 暑假来临仁爱国小首创骑单车的山海挑战营 在校长陈立国跟退休校长彭丽琪 还有专业骑程教练的带领下 师生从基隆出发前往新北楼门营地 进行三天两夜的宿营活动 这次还特别邀请仁爱国小毕业 目前就读高中跟刚升大一的学长姐们担任队府 带领学弟妹学习团队合作跟自我挑战 那这个挑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 是在基隆市跟仁爱国小都是首发团 都是首创的骑脚踏车 从我们仁爱国小一直到福隆的龙门营地 那这个过程当中最可贵的是 由我们的青年领袖志工 也就是高中的毕业校友 回来带领我们国小毕业的六年级 跟国中七年级八年级的同学 一起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挑战 相信会在他们的人生记忆中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那我来自成功高中 也是仁爱国小的校友 那今年二月呢 我受到仁爱国小老师的邀请 回来仁爱国小就是带领学弟学妹去做营队这样子 也很感谢现在的校长跟前校长彭校长 就是有他们的资源还有他们的人脉 我们才有办法促成这次的活动 让我们的学弟学妹们 当然还有我们自己可以远离3C 然后就是一起到户外去看看 第一次接到有这个志工团队训练的事情的时候 就觉得很兴奋 然后也很期待说 我们可以给这些学弟妹们 爱的学弟妹们一个很好的营队体验 就之前也是有跟家人去骑那种U-bike之类的 就想说这次的挑战应该 对我来说应该没问题 想要就做一个挑战就给自己一个经验 行程呢有专业的设计 我们的领骑是由我们一日北高的总一 就是最快速度的骑车手 然后在队伍的后面 也另外会有专业的车手来陪伴 那每一个小队当中都有三位辅导员 另外在随车呢有我们的保姆车 如果小朋友呢骑不动了 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会让车子呢上保姆车 然后人员呢就有另外的这个接驳车 来做接送 所以务必做到安全滴水不漏 这次营队能够顺利成行 校长特别感谢仁爱国小校友 王洪明董事长 积极回馈支持母校 这个活动之所以能够成行呢 要特别感谢我们学校的毕业校友 王洪明董事长 他为我们学校成立了一个 为基隆成立一个信美教育基金会 那这个基金会呢从2022年呢 来开始开创 那2022年呢 他donate了我们学校 大概20万的经费办理各项活动 那2023年成长了一倍到40万左右 那今年2024年呢 成长的幅度呢 已经跨到这个99万多总经费 当然是办理各项活动 但是我们这次三海挑战营就需要的总经费 30几万全部都是由我们信美教育基金会来提供 这是我离开燃爱的时候跟信美基金会提出来的一个方案 那因为我觉得基隆呢 我们有很多照顾弱势孩子的一些方案 但是对于培养未来领袖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学校比较缺乏的 那我们这个三海挑战营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培养未来的领袖公民 所以包含了我们的毕业生 还有我们的在校生 一起进行的这个三海挑战 那相信这三天的活动呢 都可以带给孩子满满的收获 首创的三海挑战营 由就读高中的学长姐 带领国小的学弟妹们 共同参与完成 象征一代接一代的学习经验传承 更凝聚了仁爱国小大家庭深厚的情感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猛眼停音投篮 一次投进超厉害 友善篮筐2024巡回推广活动 进入建德国小与正兵国小 设计以互动游戏 单手投篮比赛等多元互动的方式 让孩子们亲身体验 身杖 弱势面对的挑战 透过这个活动知道说 彼此之间更有同理心 然后愿意打开自己的心房 去跟不同于自己的人 一起去合作 然后一起去从事活动 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未来孩子们也可以多尊重 我们的弱势朋友 或者是照顾我们身边 需要被照顾的人 那就是真的很感谢 今天有这样的机会 然后见德国小可以享受到 这样子好的一个宣导的课程 活动中也介绍独臂球员 Kevin Utters 努力成为美国大学篮球联赛 第一位身杖球员的励志故事 就是觉得很感动 就是因为他只有一只手 然后他没有放弃 他就一直投篮 他没有放弃下篮球 不放弃的励志故事 展现勇敢追梦 也学习同理心 活动倡议在台湾各篮球场中 每六个篮筐设立一个友善篮筐 透过一个友善男朋友的标志的设计 让孩子们知道说 其实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孩子 他是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设置的 那当然这个他就是一个起点 他可以扩及到生活的其他层面 推动公益平权的实际行动 期望能够实现社会的永续发展目标 使运动场成为真正平等 友善的公共空间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海保署署长陆小云 亲自带领46名前海战将下水近海 并串联24处近海前哨站 在全国20处海域同步进行近海活动 总计动员全国前海战将272人民 清除海费超过450公斤 这个其实是今天的成果 那目前台湾有38家的前哨站 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加入前哨站 然后可以透过前哨站相关的活动 去做几张几点 那也让更多爱海的朋友 可以一起帮我们修行的海洋 解决海洋废弃物的问题需要多管齐下 鼓励大众一同守护海洋 实现海洋保育及资源永续的目标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包括心脏外科使用的周边血管检查仪 抽谈用的负压主机系统 以及自动体外电击器等多项重要的医疗器材 总价值664万元 由高龄98岁的庆安公主委童勇 带领副主委林景吉以及总干事张卢松等人 特地到三种基隆分院制证这些医疗器材 由三种基隆分院院长陈湘陈上校代表收下 童勇希望三种基隆分院的医生们 可以善用这些医疗器材 救助更多需要的人 所以就很高兴 所以基隆地区这些 这些医疗经历很辛苦 所以我们妈祖主委 所以有这些没够的命 但是救既然给八十 不是救我 不是救大家 所以大家很辛苦 所以感谢我们的教授 很安心 要有这个处理给你支持 才会给大家 所以现在要继续 跟我们教授 清安公主委童勇也特地感谢三种的医生们 在前阵子治疗好他个人的社护线问题 而对于清安公发挥 给人骂的大爱 治证三种基隆分院医疗器材 国防部海军常务次长黄又明中将 代表三种表达由衷的感谢 在清安公同主委 以及全体委员的大力支持下 此次捐赠的医疗装备 共计有14项19件 总金额更达到664万余元 相信这对基隆分院的医疗量人来说 必是如骨天意 大大强化了医院在执行紧急医疗救护 以及社区健康照护的功能 进而照顾基隆的乡亲们 将优质的医疗服务 以照护品质深入在地社区的各个角落 出席这场捐赠典礼的还包括 国防部军医局局长蔡建松中将 三军总医院院长红蚁仁少将等人 捐赠仪式后 清安公主委童永一行人 也开心的和参加仪式的所有医护 以及行政人员来个大合照 感谢大家的照顾和辛苦 记者 郡松 西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除旧砖路整坪 基隆骑楼更好走 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 我们下半年在爱山路 圆山路 庙口商圈的附近来推动骑楼整坪 让行人更方便 更舒适 也更安全 骑楼整坪 有爱通行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临近基隆火车站的基隆转运站 七备一号将要启用哦 想要去搭国道客运和市区公车的民众 赶快follow me 要搭乘国道客运的民众可以从中一路上 火车站南口对面的转运站正门进入 直通后车区域 也可以从旧火车站旁边这个大顶红下方进入 搭电梯或走楼梯到后车区域 如果是下雨天 也可以从火车站南站经过街舞空间这个联通道 来到大顶红下方 再利用电梯或楼梯就可以到达国道客运后车月台咯 这里有国光客运 泰勒客运 汉网士林及内湖客气园区方向的各条路线客运 如果民众想要搭公车 就要去转运站外面 新末层的市区公车后车亭 民众可以进转运站再步行到外面的公车后车亭 或是从火车站北站经由楼梯 通往公车后车亭 这里的后车亭可以搭乘市公车 前往太白庄 信义 中正和安乐长庚医院的方向 暖暖区地内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林黄辉 执行长邱梅萍以及地内里长林锦龙和暖暖区公所科长 一起站在永林基金会捐赠的新车前开心介绍 由于鸿海科技集团继永林基金会创办人郭台铭董事长 之前曾经到基隆暖暖区的地内社区发展协会参观 肯定社区发展协会照顾银法长者的用心 同时高度肯定社区善用爱心食物银行 供应其他区爱心食物银行 以及社区关怀协会等单位 分送相关食物和生活物资 给全市将近1000户弱势民众的绩效和爱心 因此特地以永林基金会的名义 制证新型休旅车一台给地内社区发展协会 态换爱心食物银行原本已经老旧运送物资的专车 协助协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永林基金会创办人郭董事长 他当初来地内社区 他发觉我们真的有在服务长辈 然后照顾弱势 所以他就答应说要捐赠一台物资车 给我们地内食物银行做使用 那很感谢他 那可以再更扩大的为基隆乡亲 还有对方这边的乡亲做服务 谢谢 地内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邱梅平也不浪费时间 立刻开着新的运送物资专车 到各个地点分送食物和物资 也分享郭董和永林基金会 支持爱心食物银行的善举 让爱持续正向循环 因为今天要用一个最快速的方式谈 所以我就抓了执念跟转念这个概念 来跟大家聊聊 画面上是社团法人基隆市生命线协会 跟基隆市警局第一分局 共同主办的心理健康讲座 特别邀请前市议员 也是专业的资商心理学博士王省之 跟警察同仁分享执念与转念 基隆市生命线协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尼可美丽医学事业集团 董事长的白又云说 自己也是基隆市警察局 第一分局办事处主任 希望透过这场讲座 帮助园警面对压力 调试身心 议长佟子伟也相当肯定 讲座的举办 我个人来讲 我在很多年前 很多事情我都会想不开 而且会转牛角尖 甚至有时候转牛角尖 晚上都睡不着觉 但是我后面也接触了 因为就是精神科医师 或者心理学咨询师 我们共同来讨论的结果 其实好坏的事情 都在自己的心的意念之间 很多事情 如果遇到有一些瓶颈 你认为是坏事的事情 你就转个脸 所以其实这次用转念 真的是很恰当 你转念的话 你就把它转为 这是对我人生的一种考验 那又增加你一些历练 当你以后又碰到这件事情 你认为其实没有什么事 其实好坏的事情 是都在心理的一面之间 我们也希望 我能够带给 我们所有的朋友们 就说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的 积极的人生观 所以我才 刚好我们的副局长 他对这方面还很注重 也很关心我们的警察同仁们 所以他也建议说 是不是来办一场精神的讲座 有建议我们警察同仁的工作特性 常常面临很大的工作压力 还有工作的危险性 容易会有一些的挫折 那我想我们在工作中或生活中 我们警察同仁的心理的调试 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仅重视 我们警察同仁身体的健康 我想心理的健康 是要受到重视 我们署长上任之后 也非常重视这个区域 我想我们就显应这样的政策 那希望我们同仁 多有一个健康的身心 非常谢谢我们 这个尼可美丽的白仲裁 他同时也是我们 第一分局办事处的主任 同时也是生命县基隆的理事长 所以他特别举办了一个宣讲的活动 请生命县协会 来请讲师来特别邀请 我们这个分局的所有主管 跟干部来做一个讲席 我想现在警察的工作同仁压力 非常大 因为我们从包山包海 我想心理层面都会有 各式各样的压力 透过生命县的讲座 可以让我们警察同仁 疏解压力 要谢谢我们社会 善心人士白杰 这样努力的为社会付出 我想这样子的讲席 一定对我们警察同仁 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现在也看到 非常多的警察同仁 在很多勤务的压力之下 然后包含我们今天也看到 很多生命县的朋友的志工 一起来 希望能够让整个社会 变得更好 更祥和的同时 到底如何让他的助人专业 可以在整个大的社会结构 变迁之下 还可以顺利的往前推动 这件事情 我想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因应多元复杂的社会环境 基隆市生命县协会理事长白又云说 未来也不排除举办巡回讲座 让更多的警察受益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烤炉上头 整只羊烤得金黄酥脆 还滴出鲜甜的肉汁 香味四溢 这个软骨阵雨下到松板这里 我们讲的松板 猪是讲松板嘛 松板前面嘛 我们讲五花肉 养的五花这边很好吃 一边控制火猴 还要刷上特制的蜜酱 全靠经验 基隆八斗子鱼港 是北台湾最大外籍鱼工据点 许多印尼籍的鱼工 信奉伊斯兰教 基隆鱼会和鱼业属 为了慰绕外籍鱼工 特别举办了载参节 活动非常讲究 全都要按照传统的印尼习俗 我们要认为那里人的鱼 因为那里人的鱼在台湾 有很多鱼 有约9千多 所以我们都非常支持这种 所以我们都可以更加深厚 那都是一纲 说关于这个办所完的船只 都需要赢来印尼老公 来帮我们生产 所以说这是他们要求 有说我们来帮他们办载参节 那个农业部鱼业署 说说备合跟基隆区一位 备合基隆市政府 外籍鱼工吃到津津有味 满满的都是家乡味 因为载参节 是伊斯兰教年度的重要节庆 基隆区会推动活动 要帮外籍鱼工过节 一解相似之情 那沿津洋鱼业的部分呢 在很多的鱼工缺乏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都是印尼的鱼工朋友 来协助我们来捕捉 尤其像我们基隆的小卷 这个是很重要的鱼产品 也都靠着我们的印尼的鱼工们 来帮忙我们协助我们 那所以呢我们跟基隆渔会 考虑到这种鱼工的一个需求的时候呢 所以在他们在这个开災月之后呢 有一个这个载参节 我们希望能够跟他一起合作 我们多元了解他们的一个 宗教文化的活动之后呢 或许我们来办理这个活动 来更贴切我们这些鱼民朋友 很高兴这次载参节 我们之前的沟通筹备的时候 他们有提到考前洋 但考前洋对我们来讲是第一次 我们也蛮陌生的 但是他们既然建议的 入境水暑 水我们暑 我们有我们的东西 但他们建议我们也接受 所以我们今天 特别从高雄南部 请来一个考前洋 这个活动让他更活泼 更接近他们当地的饮用 吃的那个习惯 也比较符合他们的饮食习惯 今年是伊斯兰教的载参节 然后也是非常对伊斯兰教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 那其實我們基隆市的漁港 大概有700到750名的外籍的漁工 那分別都來自越南或者是印尼 那以印尼為最大中速 那今天特別跟基隆區漁會 然後來合辦這個活動 那其實這些漁工都非常的辛苦 那因為工作的關係 他們沒辦法回家 那所以我們特別來辦這樣的活動 來解他們的四相之情 台灣漁業這幾年來都靠外籍漁工來彌補人力 在基隆的外籍漁工就高達800多人 大都是印尼漁工 基隆區漁會希望透過活動 讓外籍漁工在台灣能夠感受到濃濃的家鄉味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 畫面上是振兵漁港全新的觀光景點開幕現場 由基隆市霹雳舞協會 跟武士能街舞團隊的精彩表演揭開序幕 讓全場看得目不轉睛 市長謝國良跟文官局長江廷梅 而少處長林立禪 縱發處長郭憲平 及基隆政策推廣大使楊寶珍 還有基隆港務公司總經理高傳凱 市議員曾宜芳等貴賓出席見證這個歡喜時刻 期許透過創新活化 讓基隆成為更有魅力的觀光城市 市長謝國良跟基隆政策推廣大使楊寶珍開箱現場 第一次體驗DIY掛耳咖啡相當有趣 有歡過咖啡沒包過咖啡 對 以後都知道了 我們的鄭兵余會這一帶 將是未來基隆市很重要的一個觀光廊帶 所以我們今天在鄭兵派出所新增了 我們的一個國產的遊戲 雷亞遊戲的一個Demo 2的一個授權的一個咖啡文創空間 那未來這邊大家可以享受到這種遊戲的氛圍 然後在頂樓也有無敵的海景 那在這邊也可以看到整個咖啡烘焙的整個過程 跟喝上一杯非常美味的咖啡 那這邊也有展演空間 可以給各類的藝文朋友來辦活動使用 相信會讓來看美麗公車亭及美麗彩色屋的觀光民眾 更多一個消費跟這個享受的基隆美景的一個地點的一個選擇 其實因為基隆這邊我們咖啡文化非常的盛行 所以這一次我們在整個展演空間裡面 我們在一樓就有剛剛我們所看到的咖啡的工作坊 那包含就是這一整棟 我們可以看到港景之外 我們也可以有一個共創空間 然後可以來舉辦講座或是課程 那另外還有一個就是閱讀的休憩區 大家也可以在這邊欣賞這個書籍 然後可以稍微讓自己緩一下 可以稍微這個思考一下人生 所以其實這整棟呢 你可以一邊看著這個Demo2的一個遊戲場景 然後同時在整棟的整個每一層都有不同的一個規劃可以來體驗 這樣子讓來看山看海的觀光客 在實際上也有地方可以消費 增加我們的收入增加我們的就業 所以這一次很榮幸來到我們的 鄭兵的這個文創咖啡空間的一個開幕 希望我們一起繼續打造 基隆市有更多好的亮點 透過市長親自開箱這個由舊建築活化的文化觀光亮點 增加曝光度之外 也邀請更多的遊客來體會鄭兵觀光朗袋 讓鄭兵漁港更加的好吃好玩好看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所有我們都不遇見 睡到的我會發揮 我沒有吃過 你喝不醜嗎? 你喝不醜了 Donna什麼? 你喝不醜了 我喝不醜了 你喝不醜的 這個看起來會不會有 Politik 基隆慈平寺 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 已驻身明妙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平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商客们也赌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牵手牵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度众